这男人呢 生了个儿子 就是生了个情敌 怎么可能呢 怎么不可能 不信你就等着瞧吧 当初我生他大哥的时候 他爸就没少吃醋 我爸还不喜欢自己的儿子 他不是不喜欢自己的孩子 是他怎么喜欢 自己的孩子都可以 但是我不能喜欢 我要说对孩子稍微的好一点 他就吃醋 哎呦 那这么说 男人真挺自私的 你这话说对了 男人呢 统统都是自私的动物 某些方面 古达 今儿吃得怎么样啊 吃得特别的好 是吧 听你跟我妈聊天这节奏 咱这房子就不着急话了是吧 你妈还真有这本事啊 发生过的事儿 就装着跟没发生过一样 对啊 这还不好嘛 什么我妈不记仇啊 媳妇 你真得是不记情仅 发现你们几个人就是这种本事啊 活着之前有多大仇 一遭到几男人来 瞬间结成联盟 你再睡一会儿 老婆去上班去了啊 乖啊 肚子肚子肚子 肚子 你好 你好 我老婆已经带来四五个收银员 够不够 现在暂时够了 到时候等人要多起来的话 人手不够 你再帮我们多找几个好吗 好好好 这货都铺满了啊 这是我的强项 没有问题 那咱们什么时候开业啊 我找人看了一下日子 这周六吧 应该就可以开业了 要办个开业典礼 没这个必要 浪费钱又浪费精力的 到时候咱们在门口 放一些鞭炮呀花篮呀 就可以了 行 这事叫我去办吧 那行 那我们回去了 好 那就辛苦你们了 好 应该的 再见 再见 我怎么一见了那个女的 我这心里就咯噔一下 我老觉着老出事 是不是公年期了 我多大的公年期 那你就是疑心病太重了 什么呀 这女人的第六感 瞎说这个 做大事不就得 不能和我妈妈的知道吗 咱们开超市就是 没跟任何人聊天 你不让我说 我谁也没说 我连咱妈都没说 对 坚决不能告诉任何人 至少咱们赚了钱 仰眉吐气 咱们再跟别人说 要不然的话 又这事又哪事 都能啰嗦死了 我跟你说实话 在他们的眼里 咱们就是什么事都干不成的 这回呀 咱们一定要赶出成绩 给他们看看 你还多小 请进 你是 你好 我是王娇娇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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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随便坐吧 好 坐坐坐坐 我们公司的摄影师 李天兴向我推荐你 今天一见 果真没有西瓜 娇娇 是果色天香啊 刘总 您真是夸奖了 你还没有签公司吧 没有呢 那太好了 你看啊 我们公司在广告界 那也是数一数二的 我们签了好多广告模特 怎么样 要不要加入我们的队伍啊 刘总 我想派广告 就一定得签全约吗 不可以单对单地接业务啊 必须签 你想啊 我们推你做广告模特 捧红了你 再让别的公司抢去了 我们这不是给别人做假衣吗 只有签了我们公司 我们才能放心地推出你啊 也是 刘总 那我可不可以先听一听条件啊 放心 保你满意 等广告拍红了以后 你还可以接影视剧 彻底成为大明星了 当当明星 红红的无所谓 我现在就是无聊 平时业余时间想找点事做 我都听说了 你嫁了个大款 像你们这种漂亮的女孩子 最终都是嫁大款 当妇态的 不过佼佼 我用我的经验告诉你 嫁得再好都没用 女人还要自立自强 大款高兴了 什么都给你画 不高兴了 一脚把你踹了 再找更漂亮更年轻的 这样的我见多了 女人只有自己强大才行 刘总说的有道理 不过我现在干这些事就是为了开心 如果干得不开心的话 我是不会做下去的 这一点你就放心吧 你签我们公司就签对了 我们对异人是最呵护 哄着你们 怎么开心怎么来 我这就让经济部 把合同拿给你看看 好 好 那你等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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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 跟进那两车 好嘞 跟上 大妈 您是便衣警察吧 你看我这样像警察吗 不是警察 您这是私家侦探 大妈您这是跟踪谁呢 我儿媳妇 儿媳妇 她出轨了是吧 您这是帮儿子捉肩拿去吧 大妈 这不瞒您说 我这一天到晚那儿 在外边拉活 啥让她都见过 不过您叫婆婆跟着儿媳妇 我真是还是头一回见了 停了停了 靠边靠边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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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怀孩子了 是你儿子了吧 废话 当然是我儿子 大妈 不是 大妈 您还没给我钱呢 大妈 你给钱 不能逃票 小伙子 不好意思 我出门出得急 就拎了个花 钱包没带 不是 大妈 您说您没带钱 你打什么车呢 您没带钱 您还嫌我话多 大妈 小伙子 您也看到了 我不是盯我这个媳妇吗 不是 您这钱 我怎么跟你说呢 要不这样 小伙子 我给你个地址 你下班好 到我家去找我 我把钱给你 我不会赖钱 我去您家找您 我这 大妈 我也不知道您给我的地址 真的是假的 你说我去哪儿验证啊 大妈 你说大妈 你说我有空去找您这工夫 我还得拉几个人 我还能多挣点钱呢 我还浪费这油 大妈 您这 我这生意 大妈 那你说怎么办 行不大妈 也就一起不睡 得了 今儿就算我做好事了 我看你老人家也挺不容易的 小伙子 你真是个好人 好人 谢谢 谢谢啊 大妈 等会儿 我还得给你老提个想 您呢 别牵我话多 等着孩子 真生出来啊 您呢 还得去做个DNA 你说万一这要 真不是您儿子的 您要替别人养孙子 您说 这多不划算 大妈 我这是好意大妈 您说是不是这个脸 谢谢 谢谢你的好意 DNA DNA 谢谢啊小伙子 再见 我想请问 你们这个妈咪俱乐部 是干什么的 这里有介绍 阿姨您看一下 哦 阿姨您是为谁来考察的呢 您家里面有孕妇吗 有 我媳妇怀孕了 我儿子呢 上班比较忙 她没时间 所以让我 先到这考察考察 了解一下 哦 那您还是找的地方了 我带您参观参观吧 好好 谢谢 好 请跟我来 这是我们的游泳馆 这里面水深呢 是两米 这边是深水区 这边是潜水区 水深是一米四 你看现在人这么少 是因为呢 我们为了保障运辅的安全 一个泳道 只能有两个人同时在拥有 因为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 我们的救生员 随时在这里面 看有没有出现紧急情况呢 看有没有问题发生 大妈 大妈 大妈你怎么了 你醒醒啊 大妈 妈 妈 妈你可醒了 你吓死我了你 哎呦 妈 你还要起来呢 妈 小青 哎 你没事 我 挺好的呀 妈 你还关心她呢 您这是要干嘛呀 大老远 跑那个俱乐部去 还晕人游泳池旁边 不是真服了 您可真行 三儿三儿三儿 都什么时候 你还指责咱妈呀 咱妈这样不是因为你们呀 我告诉你们 咱妈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 我先跟你们没完我 不是 什么叫先跟我们没完解 你这怎么说话呢 什么 感觉跟我们一点 不关心妈是 就你是妈亲生的 我这边捡来了 不是 出去出去 出去吧出去 都干净呢 出去出去 先出去吧 行妈你好好休息啊 妈 妈 你到底怎么回事 你怎么会在那儿晕倒呢 我看着小倩 在那游泳池里 游泳 我查一下就人又没了 给我吓得我就晕过去了 人家说啊 晕倒以前呢 眼前是一片漆黑 我是一片血黄 还酸吗 还酸吗 小倩 你先回一下房间 我有话想跟三儿说 干吗姐 小倩不是外人 没事 我也不外人去 累了 睡不睡好 来 慢点啊 走嘞 你这 这变馋了你 慢点啊 媳妇 干吗一起啊 这又 我说你能不能像个真正的爷们一样啊 我怎么不是真正的爷们 我从来都不去女厕所 屁 还不如个女的呢你 你说你能不能拿出点男子汉的威风 管管你那老婆 不是 我没事我管他干吗呀 你看刚才挺乖的 我没事耍什么威风 我 乖什么乖 天天大着个肚子往健身旁跑 你说你不管 咱妈就得管 咱妈一管他俩就吵架 一吵架咱妈就着急咱妈就上火 你这马上就要当孩子他爹了你 你能不能长点心 你姐又训你了 让我好好管管你呗 管我 他真够闲的 自己的事还没管明白呢 就管我啊 就你一天天这么蹦的 我也贼担心 真的 行 我自己解决 妈 别担心我了 我认为你那些游泳啊跳舞啊 是根本不适合孕妇的 别再去干了 妈 现在都讲究科学孕育 什么样的月份 该做什么样的运动 吃什么样的东西 这都是讲科学的 跟你们年轻时候真的就是不一样 你别跟我说这一套 这跟你们年轻时候真的不一样 我不是没文化 我也不是文盲 我不讲科学 我不跳操 我不游泳 我不是把他们仨都生下来了吗 不是个个健康 看这架势是没谈妥呀 根本没法交流 就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人 更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媳妇 不是 无论你身门宝宝又体型怎么样 走成啥样 我绝对比以前更爱你 绝对不会嫌弃你 那其实 老公 我相信你现在说的话都是真心话 这是因为我现在没有变成肥魄 等有一天孩子生了 我每天围着孩子转 到那个时候我体型变形了 你又做起生意了 你肯定会拿我和别的女人比的 真的 到那个时候我相信 你一定会嫌弃我 不能够啊 媳妇 你说我爱你仅仅是爱你的体型吗 你把我对你的爱 就是拿体型来衡量了 你老公我对你的爱就那么肤浅吗 我爱你绝对是爱你的长相 不是 就爱你的灵魂吗 爱我的灵魂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自己的灵魂长什么样 你爱我哪门子灵魂 你看 你连你自己灵魂长啥样 都不知道我多爱 这不体现我对你爱的伟大吗 怎么着 让我对你这一通表白一点也不感动啊 这年头啊 女人得经得起假话 忍得住敷衍 受得了欺骗 忘得了诺言 嗯 怎么才能让你去锻炼的衣家 你放心 我想出来了 嗯 嗯 要不就 我上班的时候去 我大不了跟经理请个假 然后周末 我就老老实地躺在这 你说行吗 你上班时候去 家里人就不是这样 行啊 哎我说你这就是聪明 要不说你智商比我智商高的 这注意不错 媳妇 你看啊 这锻炼这事 我 我是拦不住你了 我也管不了 但你答案我件事 一定倒是那动作什么 别太激烈 这万一咱儿子有什么闪失 我不管我妈放不过你 我也不能放过 放过我自己 我探听到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喂 嗯 你最近太动了 怎么回事 对你说的 我做了什么 好 快点 我始终你 想着 有数行 我想过 快点 咱 他 你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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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小小小小小》——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和你一样的感受跟你一模一样 他们也是这么对我的 每天递着我吃这个吃那个 吃得我都快吐了 千万不要听他们 坚决不要向他们妥协 医生都讲了 孩子只要营养够就行 跟大小没关系 对了 你知道活泼跟我说什么吗 说他们村儿 谁谁家媳妇又是那个大胖小的 十一斤哪 十一斤哪 那还是小孩嘛 我告诉你们 他们就有这种思想 医生都说了 一个正常小孩的体型 应该是在六到七斤 对呀 哦 我知道了 他们可能是觉得 那个生小孩跟下竹子是一样的 你很重要 卖钱多 你现在越来越幽默了 啊 苦痛做了 自从我爸妈到我家 我这日子过来了 哎 慢点 哎 秦哥 你说 这婆婆和儿媳 是不是天生的敌人啊 哎 那个说要东 那肯定说要西啊 你说为什么非得拧花上他呢 嗯 你说拧帮谁呢 哦 拧帮咱们呢 拧帮得跟妈花似的 哎 兄弟我啊 在我部门管着十几个人呢 嗯 都没这你俩俩难管 是不是热灵 嗯 咱们年轻人有咱们年轻人的想法 嗯 他们老一代有他们老一代的想法 嗯 哎 为什么非得掺户掺户着呢 不掺户着 嗯 那还能有矛盾吗 都互相理解 不可能 这老人们啊 觉得他们那些经验是宝贵的 嗯 年轻人啊 觉得老人们那些经验 过时了 腐朽了 是热灵 我媳妇在家 有什么事都是我扛 他那些鬼主友都说是我处的 要打电话冲我来 我就是黄继光 向我开泡沫 喂 秦哥您真是好男人 你也差不了 你说这婆媳关系 怎么就那么难搞呢 是 你说这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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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对了 那他们让你去俱乐图吗 你快别提这事了 你一提这事我就头疼 嗯 本来的时候是他们不知道的 嗯 结果那天我老公不小心给收漏了 哎呀 妈呀 这家里就跟发了一场地震似的 他们刚开始劝我叫我不要去 嗯 但是我很坚决 嗯 他们一看劝不动啊 嗯 我公公就直接骂我老公说她没出息 管不住媳妇 我婆婆更厉害 嗯 直接一哭二闹三上吊了 哎 那你怎么办 我依然很坚持啊 我跟他们发表声明了 我说 如果你们想要我这个小孩的话 就得听我的 如果你们不听我的 我就随时到医院去把他给打了 你威胁他们了 嗯 但我只能这么做 我没有其他的办法 但这招还挺管用的 他们好像现在是真的不管我了 我想干嘛就可以干嘛 真的 嗯 不过 他们每天都唉声叹气的 也不在正眼看我 哎 算了 不行 先偷偷 对了 小倩 嗯 我告诉你啊 你一定不可以心软 这儿媳妇跟婆娘的战争是持久战 首战告诫非常的重要 趁咱们肚子里的小宝宝还在的时候 一定要逼迫他们投降 以后是才好过 看来你现在听你的招了 那是 不是请教了多少高人才累积的生活经验 呦 我这身为boss的我这得盯着点啊 boss 大老板 真没想到 我儿子开始有责任心了 什么叫开始有责任心啊 您儿子我本身就是一有责任心的男人 再说我这马上要当爹了 我得让我儿子以后这得崇拜我的 仰视我也是 美死你 我给你做早饭去 甭忙忙 我路上随便买点啥就完了 老太太 这小妾做到什么不对的地儿 您别跟她一般讥较啊 您看在那大孙子的份上 就是别跟她一般坚持 老太太 海涵 少来这一套 哎呀 妈 你说我找一个自己这么爱的女人 又能过一辈子的女人 多难啊 多不容易啊 您看在这不容易的份上 也看在咱家近乡出征这大宝贝的份上 您就多理解理解 多包容包容啊 我妈最图形打理了 世界上最好的婆婆 你知道就好 那我撤了 望你们有一个愉快的 今年 愉快 傻小子 我们今天肯定会很愉快的 姑娘 大娘 你怎么又来了 你不欢迎我 不是不是 你那天不是在我们这儿晕倒了吗 您身体好些了 好些了 好了 谢谢 谢谢你的关心 不客气 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姑娘 是这样 我媳妇呢 是这儿的会员 她呢 这两天反应比较厉害 我们上医院去看了 医生说要静养保胎 所以不能参加任何这个 这 这种运动 所以她 我这有一张她的卡 你看能不能帮着我把她给退了 大娘 您那天来不是说替她考察的吗 怎么她都已经是会员了呢 她是这儿的会员 我和我儿子 我们全家都不知道 对吗 所以家里人才让我来考察的嘛 现在她不能来了 所以就是来退卡 我们这有什么 让你感到不满意的地方吗 你尽管提意见 我们尽量改正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不满意 你们这太好了 我很喜欢 我都想来这儿健身 只是她 确实是身体不能来 所以就 这个卡我们办的时候 已经是说明不能退的了 为什么不能退 她 她 她人不来了 她不来了 再也不来了 所以你给她退了 这个卡可以换主人 也就是可以改成别人的名字 别人可以来 但是不能退 换个别人 对 姑娘 你这 你这不是都是妈 就孕妇吗 我就那么一个儿子 我就一个媳妇 没有人在怀孕了 你说谁来 谁来啊 你们不给退 我这人不来了 我花了钱你不给退 是不合道理的 你得给我退了 大娘 不好意思 这个是我们的规章制度 您儿媳妇来办卡的时候 我们是签了合同的 真的不能退 不行 退了 不能退 大娘 不好意思 退了 真退不了大娘 不好意思 真不能退 不能退 这是我的包啊 你 你给我看着啊 我找一个地方 我 我晕倒 大妈 大妈 你先别倒 你站直了 大妈 大妈 你先 你先站直了 你起来好吗 你先有事专门商量 然后 你 你先起来 你先别倒 我去跟我们经理商量一下 看看能不能帮您退行吗 大娘 你先站 站直了 找经理啊 对 我找经理给您问一下 看能不能帮您退掉这张卡 行 你去找吧 百家子 八千块钱就买这么个卡 幸亏我发现得早 大妈 大妈 这儿呢 这儿呢 大妈 这儿 这儿呢 大妈 大妈 咱就见面了 哦 小伙子 是你啊 哎 你跑这儿赌我 嗨 大妈 瞧您说的 从哪儿有空来赌您呢 我这是干活 匈奴路过 我看着像您 得 我不欠钱 上回多少钱你说 哎 不是 大妈 我不是那意思啊 您老师去哪儿啊 要不我再拉您一段 走 哎 您坐好了大妈 你 您上次的案子 有结果了吧 什么案子 我犯什么案子了 您儿媳妇肚子那孩子 查出来是谁的了吗 当然是我儿子的 大妈 这可不是耗面子的事 这不瞒您说 我有一哥们儿呀 就替他老婆 和别的男人啊 养了十二年的孩子 您说他多远呢 好来屋内那明星朱里 那大嘴 你说人家收养个孩子 那是做慈善是不是 您这要是替别人养孙子 您说咱多远啊 是不是 您就开你的车吧 好 好了 到了妈妈 您慢点啊 好 小伙子 谢谢您啊 工作你了妈 嗯 大妈 大妈 哎 不是 你又忘给钱了 哎呀 多少钱 哦 还有上次的 一块给你 算了 上次那个不要了 那不行 多少钱 呃 加上次的一共是 三十一 小伙子 我要劝你两句啊 哎 你这人哪 是挺好的 但是呢 话太多 哦 你这不停地跟乘客说话 聊着一高兴 那自然就忘了给钱了 是 我给你下个封口令啊 哈哈 是大妈 我我我以后一定注意 一定注意大妈 好 再见啊 哎 哎大妈 还有那孩子的事 哎 不是大妈 我走了大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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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您找谁 你好 哎 嗯 姑娘 我想找你们的经理 哦 您找哪个部门的经理呢 啊 那个 总的那个经理 最大的 说话最管用的那个 哦 您是说我们董事长吗 对对对 董事长 哦 您预约了吗 啊 就是您跟他有预约吗 哎呦 那倒没有 那您找他有什么事呢 我是你们董事长的亲戚 哦 您好啊 您有名片吗 哦 名片 哎 哎 哎呦 我老太太 我早就退休了 我哪来什么名片呢 哦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公司有规定 您没有预约的话 是不能随便进的 那既然您是他的亲戚 我帮您打个电话好吗 哦 太好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谢谢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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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请进吧 正在右拐一直往前走的头 左边有个门 上去后 樓梯有董事长办公室的牌子 谢谢谢谢 谢谢 不客气 不客气 谢谢阿姑娘 太热气了 走 快去嘞 你说是不是 我觉得你头发也真够逗了 谁说不是 哎呦 都烦死了 哎呦 本身没拉着 我也是 哎 你怎么样啊 打一打 还行吗 这么回事 是啊 请问 你找谁呢 对不起 我走错房间了 你找谁啊 要不 要不我带你去 我找你们董事长 我是他的 亲戚 亲戚 好 那你跟我来一下 好 来 这边 先进 老大 好 好 来 请 好 听 哎 我是 是 妈咪俱乐部啊 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嗯 啊 多大岁数啊 我不知道这事啊 这 行 我知道了 嗯 谢谢啊 艾伯伯 哎 谢谢啊 你又修班啊 没有啊 这不是超市装修吗 这就让我们都休息 干了 干了干了干了 哎呦 哎呦 我去了一个 不该去 但必须要去的地方 啊 您去哪儿了 欢迎光临 来 喂 媳妇 秦丽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妈实在太过分了 不是 你先别急 你听我说 喂 是他什么跟神明 谁跟人家说 我是你们董事长的亲戚 等我上了楼 真正见到了董事长啊 人家那董事长 是个韩国人 啊 是个韩国人 哎 妈妈妈 你可太有才了 你事先你也不问清楚 你关键是 你一句韩文都不会 就冒出人亲戚 你说你最起码也会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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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什么意思 你好就是 你好 你怎么会说韩国话 我们超市不经常 有韩国人去买东西啊 妈呀 我真是 服了你了 一猜就猜了你 我就想啊 现在这个世道 真的是变了 过去呢 在单位里面 出了什么事 职工的婆婆 那一阵 哎呦 老板啊 不敢不处理 不 你说的那是以前的啊 以前啊 像这个男同志 有个什么作风问题 他老婆 闹到单位去 领导把那男的叫 一通批 你现在谁管你这个 法院都不管 您自己给自己做主了 您还找人贪费去 你怎么又喝咖啡啊 不是说孕妇不让喝咖啡吗 你能别跟我婆婆说一样的话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要是不能喝咖啡的话 人家外国人怎么生小孩啊 再说了 我就爱喝这个 这下午可不敢啊 找我什么事啊 我找你还在什么事啊 晚上我请你吃饭哦 你又请我吃饭啊 嗯 你已经连续请我吃了好几顿了 要请的话 这次我请你 谁请谁还不都一样了 反正我就是不想回家吃饭了